作词 李宗盛 一样的天气 两种心情 装满回忆的行李 留在原地 是爱的纪念题 这一趟旅行 写完了故事的结局 没有轻叹句 没有疑问句 如果我不够坚定 喊出了你的名字 打破沉默的僵局 我该说对不起 还是诚实如意 我愿愿看着你 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雪有个身影 在我心底 挣扎着要输去 从你眼睛 看不出你是否找到心恋情 让我犹豫 刺痛着我不可能忘记 我说服我自己 我说服我自己 没有我已被更顺心 可能你已经 云淡浮起 当我是个曾经 是不甘心 是不甘心 还是一样爱之一 在告别之后 让它随风去 我说服我自己 我说服我自己 没有我已被更顺心 可能你已经 云淡风起 当我是个曾经 是不甘心 是不甘心 还是一样爱之一 是不甘心 在告别之后 在告别之后 让它随风去 在告别之后 记得我曾经 那么爱着你 谢谢 我会把这个歌标得很高 因为志炫的歌 歌声是行云流水 旋律很丰富的 那你今天让我看到的是 虽然你好像唱得很平稳 但你感情很丰富 有一种快要哭的感觉 你有忍住的感觉 所以你有些呼吸 有一些哽咽 嗓子会有点 卡卡 我发现那也是一种 苍凉的美 有不一样的你 但是可以听得到你的深情 今天两位表现得都很好 很棒 谢谢老师 如以呢 我觉得今天说实在 你的情感处理 跟你的嗓子 还是觉得很迷人 但是今天这首歌 跟你过往的 你比起来的话 今天的演绎的方式 我觉得听起来 心情上比较浮了一点点 不像我以前听你唱歌 是我可以很投入的听 我觉得你还是有些挂虑 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跟你过去比起来 我觉得好像是最后一关了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或者是说今天在场的很多 来支持你的朋友太多 我觉得跟过去你比起来 你今天是比较浮了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浮了 今天还是给我们一个 很完美漂亮的一个节目 今天还是可以好好规划 未来唱歌 这个路该怎么走 恭喜你了 谢谢老师 那么 如以今天 这首歌曲 也是第一句出了 进歌的时候 有点怪怪的 但是 听你的声音 如果 听你的 歌艺里面的意思 还有你的声音 听你唱歌 我觉得 很舒服 而且很 很能感动 但是 以歌曲 从你 比赛开始到现在 刚刚 卢老师讲的 今天你选的歌 不是你 我不觉得说 你特别的好 但是 整首歌的 连续听下来 还是很棒 好不好 但是我希望你在这个歌艺方面 但是大家都认定你是很会唱的 恭喜你啊 谢谢老师 然后如以我要跟你讲 其实你今天在唱的时候 我没有做什么太多脾气 因为 我觉得你的程度 现在的程度来讲 其实不用再去探讨那些智慧末节的东西 我觉得接下来你要去想的是说 你要多开发你自己声音的可能性 还有唱歌的各种可能性 然后如以 呃 老师还是非常佩服你 今天是一个二十关 过关的大日子 你今天的表现 选歌 还是那三个字 平 常 心 好像就是平常在过关 不是过一个二十关的大关 只是今天如以啊 嗓子觉得有点干 我觉得有几个字 不是那么圆润 但是如同 刚刚陈子宏老师讲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大格局的歌手 哦我们不想在那个细节上面再去雕琢什么 但希望你怀抱的原来唱歌的心情 哦 但是呢 绝对要注意 不能只唱自己喜欢唱的歌 把格局再拉大一点 好吗 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郑如一 有没有办法 获得过关二十关 获得奖金呢 评审 请 给分 好我们看郑如一 可以得到几分 八十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九十 九一 九二 九十二点五分 恭喜郑如一 闯关成功 二十关 万一点成功 得到奖金一百万元 恭喜郑如一 首先我们帮郑如一批 顺利的海带二十关 哇 七六 哇 太感动了 太感人了 不出意料 但是就是说今天我们挑战者 是比较我们出乎意料之外 本来大家都一直会认为是 蔡信芳 但是蔡信芳 你看看在在紧张时刻 他也会紧张 对 所以郑如一批还不错 能稳住金星啊 取得的挑战 郑如一的二十关 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刻了 但是首先 我们先让我们的过关的郑如一来讲几句感言 来请 在这边的七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然后我想这会是在我人生里面 一段很美好的一个经验跟回忆这样子 那首先呢我要谢谢民事电视台 谢谢你们开辟了这样一个这个节目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表现 然后还要谢谢制作单位 很用心在经营这个节目这样子 然后我还要谢谢评审老师 就是每次都给我很多很多很好的意见 是是感动还是 哽咽啦哽咽啦 从来没看到落泪哽咽啦 对对第一次看他讲话这样子 对对 然后我要谢谢那个孔香老师跟乐队老师 对就是每次队系的时候都一直在帮助我们 孔香老师啊他是玩音乐啊 他是出神入花 他说每次弹都会唱歌的乐者 他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你是让他最舒服的一位 对对对 然后我还要谢谢选手村的老师 对对 然后我还要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辛苦 哪里 就是访问到我都很辛苦 是是是 没关系 访问你我们只要自问自答就OK了 是 我们现在很担心 下礼拜看不到你 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 真是 真的 嗯 然后 然后还要谢谢 那个所有的参者 就是大家都会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这样子 然后还要谢谢我的家人 亲戚朋友 然后今天还有很多 校长主任老师 然后还有同学朋友 来到 还有歌迷朋友来到现场 就真的很谢谢大家 还有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还有歌迷朋友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啊 他刚刚满脑子都在想 要感谢哪些人 当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漏掉的 他也会周全的顾到很多 但是呢 刚刚还没介绍这些来宾之前 我想 今天最该谢谢就是郭玉成 也很努力在唱 那玉成 你今天得到90分 对不对 你有什么话来说 因为我觉得如一真的很棒 而且是一个很可敬的对手 我之前在选手村上课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就偷偷把他给录下来 因为我觉得这声音将来一定会不得了 那我也祝福他 在未来的路上呢 能够更获达 然后更开心 然后勿忘出众 这样子 谢谢 真的 哇 同学什么 同学之间说得这么好 真的 玉成呢 我相信你是前途无可限量 好不好 机会也来了 你慢慢已经开了 慢慢已经打开了 歌唱之路了 如一走之后 这石头都已经搬开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来预祝您了 郭玉成 谢谢 提到这里 感谢人多 我想 爸爸妈妈是最伟大的 永远爸爸妈妈都是最伟大的 在这七个多月当中 父母亲 从来没有缺席吧 对 对不对 那今天呢 父母双亲也都来到现场 爸爸妈妈也立临现场了 妈妈你好 妈妈 你好 对 家里拿麦克风就知道是谁做主了 哦 妈妈您讲得很紧 对 我首先恭喜如鱼成为新的百万观众 我觉得很光荣也很骄傲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明日志志心这个节目 然后让如鱼有表现的一个机会 也感谢大家 各位工作同仁 对她的爱护 然后我还要谢谢所有关心 如鱼的不断的朋友这样子 谢谢 连我都紧张了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就这样子很简单 谢谢 爸爸 爸爸 我感觉很骄傲 那 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跟妈妈一样 因为那张稿子是我写的 我要谢谢所有关心如鱼的 我要祝大家健康快乐 我要祝我们节目收视藏红 谢谢大家 是 说真的 我们也代表全国的观众们 谢谢 有这么好的父母 生了一个这么会唱歌的女儿 这么有礼貌 有这么有宅机的女儿 把她歌声呈现给大家 虽然她对唱歌的领域上 不是这么样的 不是这么大的一个憧憬 因为她自己的艺术方面也非常 无论她的画画 对 她的书法 都是翘楚 很厉害 而且本身又喜欢爬山 对 所以将来在各种领域里面 不管在哪一种领域 我相信她是非常杰出 这个呢 从小教育非常重要 除了父母亲之外呢 要感谢她 她国小的 桃园国小 国小前校长 郑碧儿女士 也来到我们现在 郑校长 以及桃园国中校长 曾志宏先生 陽明高中前校长 谢永波 以及台大书画艺术学系主任 蔡有先生 以及老师跟同学 都来加油了 哇 好感动喔 是 真的是 还有我们这个郑如怡啊 陽明高中美术班的学弟妹 也都来加油啦 好 哇 學弟妹呢 看得当然是很羡慕啦 他们一定 你一定现在想说 我们回去好好练歌吧 哈哈 不是 书还是要练好 你看她 她是像你们这个 学姐如怡啊 是文武全才啊 真的 是 那今天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要讲几句话 就是她 仰慕她的人 这位这个 第一次听她歌声的时候 就惊为天人啊 那就是 忠哥 就是我 其实你这一百万奖金 你要怎么用 会 我们先介绍 今天呢 我们特别嘉宾 来颁奖 一起来欢迎我们重量级的贵宾 林志炫 欢迎 好 好 小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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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特别有意义 我记得那时候如鱼在 还是挑战者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记得跟 呃 两位说 她将来会是贵节目的一个宝 嗯 如果好好的开发的话 会将来会有很好的成绩这样 是 我记得选秀选手 我觉得跟唱片歌手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承受的压力比唱片歌手还大 因为我们在音试里面呢 一般唱片歌手在录音试可以录很多遍 嗯 可是 他们其实在台上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没有人机 没有人机 嗯 然后我觉得更难得的是 这在这三十四首one technique里面 嗯 每一首都是九十分以上 嗯 所以这个百万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质感的百万 我真的满提他高兴 是 嗯 因为志炫老师一直讲究就是一次完成 他最近出了新专辑叫one tech 就是一次完成的专辑 所有歌里面呢 绝对没有NG 嗯 到现场live那样 一次做完 我也只有三十首而已啦 如意有三十四首 在这个节目里面 可是你是一口气啊 他是分七个月啊 对不一样 都蛮伟大 老师是四个小时就把整张专辑录完了 对 那刚刚又选到你的歌 所以请到您来做我们今天重量级的嘉宾 来办奖 我觉得特别开心 今天除了有这个机会之外 我也希望直接在这边呢 邀请如意 可以来参加四月十六号我的个人演唱会 哇 哇 是 是 呃 你们点头是有答应没答应 我的很荣幸 哦是是 因为我刚刚介绍你 他也没很尖叫或什么 嗯 因为像是个徐富凯啊 对 一听到江蕾 江蕾哇哭了 他看到你好像都没什么 这个要特别习惯他 他其实一直都是平常心 很好 是是 应该是很开心啊 对不对 好 我们请颁奖 林志轩 奖座了 支票奖金一百万元 恭喜 哇 正如意 成为我们节目第四个获得百万奖金 百万奖金的 从这也刚刚获得四月十六号的邀请 奖座支票 我们想要 呃 大胆的请教一下 就是 这一百万您做什么样的规划 呃 因为日前就是 呃 日本发生海啸嘛 嗯 然后 呃 哇 爱心不落人后啊 然后 呃 我其实在之前的计划 就是要捐给 我读过的学校 国小国中高 就刚刚念的 唱的这些是吧 对 然后他有个叫做教育储蓄专户 然后他是帮助 呃 学童就是 一些疾难救助啊 嗯 就是 没有钱念书嘛 疾难救助那一类 对对对 那我是捐一个学校二十万这样子 各二十万 对 然后因为之前网友在网络上发起 就是呃 他们捐钱就流浪动物 然后把那个 收据日送给我 当作我二十关的礼物 哎呦 然后他们捐了好像 十万之类的吧 就加起来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我觉得很开心很感动 所以我个人也会响应这样的活动 哇 好感动哦 哇 你看了 非常完美啊 全都捐出去 是啊 我想这个就是从小教育太好 家里的教育太好了 真的好令人家感动 是 一般人都还这个住学贷款 你都没有啊 没有 都没有 我家里环境太好了 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啊 我是一般的家庭 是一般不贵的家庭 家庭了解 没有 一般家庭他还可以做好家庭 一般人拿到早就是准备出国去旅游啊 这个很感动 这个非常感动